女生玩游戏都是垃圾 我反对 现在的女生玩游戏战斗力 完全不弱于男生 即便是扫雷这样的小游戏 也有女生创下了世界纪录 至今无人打破 传奇女侠周丹 作为一位扫雷爱好者 在去年6月份创下了扫雷高级模式 31.9秒的传奇纪录 震惊国人的同时 还一举打破了之前波兰人 在扫雷界的统治地位 在国内的扫雷爱好者中 最长的扫雷选手 会被赐予雷帝的称号 这个称号的设计初衷就没有考虑过 女性能拿到这个殊荣 因为他们始终认为 在游戏领域 男性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然而又是周丹 这个扫雷王ID为4843的传奇女子 在2013年9月1号 上传了一段迟癌的破纪录录像 一举拿下雷递称号 一时间观看过这个录像的人 都称它为丹地 而如今一款全新的休闲游戏 像皮尼大作战 再次向全国女玩家发起了挑战 在游戏中 玩家要扮演一只弱小的像皮尼小人 通过不断地吞吃地图中的像皮尼小点 一步步壮大自己 在多项长久以来 被男性玩家压迫的女玩家的现状 周围纯屈虎视眈眈 盯着你的熊猛大汉 一不小心就会被蚕食 必须小心翼翼 补补补为宜 才能在这个看似可爱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直到足够强大 然后拿起手中的大宝剑 向着一个个凶恶的敌人砍去 每一次新的开局 都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 每多生存一秒钟 就有可能打破一个记录 在庞大的男性玩家群体下 再次来下属于我们女生的世界记录